三国恰逢乱世 人才辈出 但有一人文不如诸葛 五不比关羽 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便是张松 看过三国的人都知道 张松在西川的官职是别价 相当于次世的副手 按说地位也不算低 由于看不管主公刘章的暗若无能 所以想到了跳槽 希望能找到一位民主投靠 于是 当张卢准备进攻西川时 张松自告奋勇 要去徐昌说服曹操协防成都 此时的张松名为旧刘章 实为另责民主 因为在他的身上 揣着一张西川的地理位置图 在张松的眼里 曹操是一个有文化有能力的老板 所以宁愿冒着沙头的威胁 也要带着西川地图投奔 这诚意够大 心怀如此诚意的张松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在曹城相处却被乱棍打出 差点丢了性命 按说曹操遇得西川 张松双手献图 本是一件两相情愿的事情 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另外一番结果呢 这还得从张松与曹操的第一次见面说起 张松来见曹操 是其刚刚大破马超 洋洋得意之时 此时的曹操心里装的全是自己的文质武功 环顾四方 所向披靡 灭了袁绍 杀了吕布 破了马超 能与之抗衡者已然寥寥无几 在曹操的眼里 刘章根本算不上对手 可以说完全无事 于是 对西川来使张松 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感 开场便是一顿质问 如主刘章连年不进贡 何也 这样的开场白 对张松来说没有丝毫的尊重 但从张松的回答来看 其实步步高出曹操一筹 为路途艰难 贼寇切发 不能通进 曹治曰 吴扫清中原 有何盗贼 松曰 男有孙权 悲有张鲁 稀有刘备 至少者亦代价十余万 启得魏太平耶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 张松的回答加强待棒 看似叙述事实 使则咄咄逼人 这种言语上的冲撞 让曹操很不舒服 再从相貌上看 张松长相猥琐 曹老板自然很不喜欢 岂不知丞相是外貌协会的会长 站在同阙台 天天盼而瞧 曹张二人的出自相见 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要问 这张松到底怎么样呢 不会是嘴上硬 杜立虚吧 还真不是 张松跑到许昌耍横 简直是欺负老曹手下无人 于是 杨修上阵 欲与张松比高下 两位才子便有了下面的精彩对决 当时见张松言语讥讽 随邀出外面书院中 奔兵主而坐 为松曰 蜀道齐驱 远来劳苦 松曰 奉主之命 虽赴汤蹈火 俯赶此也 修问 蜀中风土何如 松曰 蜀为西郡 古号一周 陆有锦江之险 地连剑阁之雄 辉害二百八成 总横三万余里 鸡鸣犬肺相闻 市井驴言不断 田肥地貌 岁无水汉之忧 国富民风 石有管弦之乐 所产之物 富如山姬 天下莫可及也 修有问曰 蜀中人物如何 宋曰 闻有相如之父 不有福波之才 亦有重景之能 不有君平之隐 九流三教 出乎其类 跋乎其翠者 不可胜计 其可尽数 修有问曰 方金流济与手下 如公者还有几人 宋曰 文武全才 志勇足辈 忠亦慷慨之事 动以百数 如松不才之辈 车在斗梁 不可胜计 从两人的对话中 不难看出 张松语言能力很高 对杨修质问 对答如流 短短几句 便能将西川的 风土人情 描述得淋漓尽致 简直是给老板 刘张脸上 不知道贴了多少金 慷慨激昂 那叫一个爽啊 最后 还不忘讥讽 杨修一把 九文公是带赞英 何不利于庙堂 辅佐天子 乃区区 做相府门 下一例呼 当张松将梦得新书 十三篇 看了一遍之后 竟然背诵如流 到了这时 杨大才子再也招架不住了 见识了张松的才学 和惊人的记忆力 杨修心存敬佩 于是 便极力劝对方多留几日 自己要再次向曹丞相举荐 其实 张松在与杨修谈论过程中 有意展露自己的才华 有两层意思 一 不愿在许昌丢丑 失了与曹操谈判的筹码 二 通过杨修将自己的本事 转述给曹操 此时的张松对于投奔曹操 依然怀有幻想 而曹操呢 却并没有将这个西川偏远之地的小人物 放在眼里 当曹张俩人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其实心态根本不在同一频道上 曹操想通过其整的军容 强大的叫场比武告诉张松 收取西川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但以心想投奔曹操的张松 还在幻想着曹操能够理行下事 接纳自己 曹操二人的再一次对话 依旧是话不投机 曹操使出一招黑虎掏心 张松就来一个要子翻身 你来我往 变成了一场口舌之战 张松阶短真有一绝 将曹操的痛处数了个遍 丞相驱兵到处 战必胜 攻必取 宋义宿之 昔日蒲阳功旅不知时 晚成战张秀之日 赤比于周郎 华容逢关于 各须气袍于同关 夺传必见于渭水 此皆无敌于天下也 连汉县帝都不放在眼里的曹操 定然不会吃这等亏 于是立刻就要张松付出惨重的代价 杀头 好在杨修等人劝说 曹操才将他赶走了时 很多读者一直不明白 既然张松要投奔曹操 为何此处要如此强硬 搞得对方下不了台 既然觉得对方是一个 值得自己投奔的人 为何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去冒犯呢 即使试探也应该明白事情的轻重 否则只会让自己陷于被动的境地 说到底张松是一个典型的智商高 情商低的人 从他的出口成章来看 真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 但却将自己的才华用错了地方 岂不知能欺能深者 为大丈夫明明自己的目标 是来说服曹操 县途投奔的 却不能控制自己 让事情一步步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我们欣赏文人的骨气 像朱自清 像文艺多 但反对张松的一味孤行 张松就像一个颇具文采的写作者 字字珠基 但常常任性发挥 不看主旨 于是写着写着就跑题了 感谢观看